古书记载北魏时有一只骑兵 指引首领鬼将军是个哑巴 手下将士也都是哑巴 因此他们被称为不延骑 为一个体弱多病的小皇帝做事 专门为他搜寻墓穴中的财宝 来壮大自己的势力 以防备预谋朝篡位的大司马 鬼将军城上的和墓集中 记载了他所探寻到的所有大墓 他没找到一处墓葬 在探明墓中机关后 都会将墓重新封印起来 到小皇帝需要时再去挖掘 在这些已经探索过的墓穴中 鬼将军在其中一个墓穴里 发现了有关长生的线索 这一发现对身体雷弱的小皇帝而言 简直是天赐良机 然而就在几人谈话间 一阵马蹄声袭来 大司马邪追兵赶来 势军篡位 鬼将军率领手下不延骑 以命相搏 而和本集也在这场战役中 丢失了一部分 此后小皇帝也带领着不延骑 消失在了山野中 那墓中的长生之法 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而这长生之法 也勾起了无邪一行人的兴趣 无邪对三叔的怀疑越来越重 虽然有三叔的解释 但其中的疑点还是怀疑 而基于长生之术的结果 也不会让无邪就此发生 于是让阿明找人用一枚青铜文化 将无邪的兴趣再次勾起 虽然是一个西周时期的青铜文档 但这样的文档不见很熟悉 无论是七星女王宫 还是西沙海豚 都出现过这样的青铜铃铛 而眼前的这个青铃铛 却出现在青铃的一处大山下来 原老马称自己与表哥在三年前 在青铃的一处悬崖峭壁中 发现一处形似祭坛的地祭坛上 还有一个仿佛从地下 长出来的上百亩青铜树 老马便在青铜树附近捡到的 很大还有诡异的青铜树枝 老马被吓得直接跑路 只留下表哥留在原地 回来的老马因为搞卖文物被判断 可如今的老马自己却神神叨叨的 让无邪和胖子都傻了 不过阿灵的目的已达到 无邪对青铃的这个神兽狠敢 于是通过小花找到一位教授 得知这枚青铜铭章 可能与一个没有记载的国度有关 在陕西和湖北之间的位置 一个被称为舍国的祖国 在山海经中的舍国又被称为窗外舍族 他们把人手双身时奉为神秘 习惯能将图图雕刻在各种气质上 虽然相关的舍国历史没有有益的祭品 但还是可以在一些统计中 寻找到一些租俗的武器 教授便推荐给了一些基本书 还有一次世博古墓的一张照片 有了这些建筑后 无邪带着胖子触杀秦岭 然而到了秦岭后 发现居然也有一伙人来秦岭 胖子而且很可能与无心两人 殿尾随着伙人继续深入侵略 也得知了他们来侵 原原来这伙人中的意思 手中居然有传下来的不凡 原来男人的祖先在小时候 赶上了北魏时期战乱的年代 在一次放羊的过程中 居然恰好遇到 不连妻女大司马的大臣 亲眼看到火将军大杀四方 就连负责没推上 就和小皇帝发生压抑 都伸手两人护着双手 但双拳难敌四手 翻译被砍掉了一条水 直到天亮后血流成河 也不知谁胜谁败 但战场又是祖 先回家的必经之路 在天亮后穿越战场时 一个为咽气的人 用残缺的葫芦鸡 放了主食的一口水 而这块葫芦鸡 就流传到了她的手 只是上面有一座贵妃 这样的好墓 也让无邪两人兴趣大 这只不言其和秦岭神寺 是否有不一样的关系 于是便找到当地的村民 打探情况 然而给他们带路的大伤 却差点将无邪网红吓坏 传说在秦岭一带 有一个下到西周时期的墓穴 在那里有宝贝无数 还有一棵数百米高的青铜神树 关键的是藏有长生的秘密 但是来到这里盗墓的人 没有一个是正常回去的 直到北魏时期 一个名为不言其的军队 保护一位命不久矣的小皇帝 进入了这个传说中的墓穴 在里面与守墓人展开了一场大战 从此墓穴中经常传来万满奔腾的声音 秦岭也有了迎兵行军的说法 甚至直到如今有人捡到青铜树枝 人就会变得疯疯癫癫 而这样的传说传到了无邪的耳朵 好奇心中的无邪带着胖子 就找到了当地的村民大山了解情况 然而故事还没听到 却差点被大山给吓死 夜半时分大家都睡着后 大山却悄无声息地拿着镰刀 出现在了无邪的床前 激紧的胖子发现后按兵不动 本以为下一秒大山就会挥刀而下 却不想大山如行尸走肉般 转身走向了森林深处 无邪和胖子紧紧跟在后面 看到大山坐在石头上傻笑 直到大山离开后 两人在石头上发现很多烟头 无邪本想捡起来看看无邪的尖叫声 引来了未走远的大山 无奈之下 大山开始讲故事模式 地下的人正是大山的儿子 当爹的大山并不是虐待亲儿的 而是儿子已经疯癫了 只因他曾和发小进山打野位 一走就是十天半夜 秦川八百里之大 在大家都以为两人不可能 活着回来的时候 两人拿着一节青铜树枝出现 这些还不足以让大山 将亲儿子关在地下 回来后两个孩子不仅对着树枝发呆 说话也疯疯癫癫 亲眼看着儿子打死了发小 大山才意识到孩子有问题 可又很不下心将孩子送走 直到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老两口这才将儿子关起来 但大山媳妇来给儿子送饭的时候 却被孩子差点咬断大动脉 村民们都有了意见 老两口只能将孩子送到这里关着 两人对大山的话将信将疑 但对那节青铜树枝很感兴趣 想要买下来研究研究 但大山就是不能买 两人只能看着大山离开 可无邪在回去的路上摔倒 手上却沾满了血 两人三魂下没了气魄 低头却发现尸体不见了 手上也没有血迹 两人这才跟着大山回去 惊魂未定的无邪分析 两人是因为森林中产生的瘴气 导致两人产生了幻觉 这一夜有经无邪的度过 第二天经过跋山涉水后 无邪和胖子找到一处山洞入口 可想要继续深入就要入水 于是胖子拿出自带神器 以为会发生点不可描述之事的无邪 瞬间松了口气 准备齐全后直接下了手 然而游着游着 两人却玩起了捉迷藏 从露出水面的鱼 但为了保命也只能狠心下手 好在怪鱼很怕疼 胖子的命算是保 可能是听到了胖子的响念 怪鱼围着两人不停摇摆 还给无邪来了个水下马杀鸡 差点送走无邪 可能是被怪鱼撞上网 两人居然不选择上岸 而是原路返回 偏偏洞口在这个时候开玩笑 可不能给怪鱼留下口粮 两人拼命地像洞口一样 眼看着就要来不及 无邪助了胖子一臂之力后 自己独自留下喂饱怪鱼 胖子在外面集成了跳脚头 里面的无邪本想正面和怪鱼硬钢 却被怪鱼顶着享受空中飞人 只是速度太快 让无邪直接失去了意识 恍惚间好像看到保护神小哥降雨 无邪有男小哥避邪 可当无邪醒来时 见到的却不是小哥 而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胖子是在用生命演绎 什么叫不做不会死 然而在几分钟之前 胖子却颓废得如同没娘的孩子 只因无邪让胖子脱离危险 无邪独自面对吃人的怪物 只是胖子不知道的是 在无邪即将成为怪鱼的口粮时 小哥从天而降救了无邪 随后又和无邪玩起了捉迷藏 在无邪醒来时 只看到没有生机的怪物 和一个满脸大胡子的野人 仔细一看 却是无邪的发小挠痒 挠痒趁自己在墓穴藏了三年 只是怕盗墓被抓住了 可无邪不知道的是 挠痒在无邪进山后 就一直偷偷跟着 其目的必然不单纯 但挠痒的话 吸引了无邪的猪 没了最大的威胁 无邪就想赶紧找到胖子 于是带着挠痒开始寻找出路 无邪不知道的是 两人走后不久 以为无邪必死无疑的胖子 就找到入口进来 而看到倒胃扣的折罗龟 已经没力 胖子便知道一定是无邪干的 无邪还活着 让胖子重燃斗志 也踏上了找无邪的路 但石壁上眼珠会动的雕刻 让胖子玩心大气 却不想乐及生悲 居然被毒虫咬伤 手上迅速出现密集的斑点 雷其灵血的胖子终于慌了 毒素蔓延得很快 在全身都开始出现红斑后 胖子的意识也开始模糊 铁三角的保护神再次出现 胖子又捡回一条命 两人一起开始寻找无邪 但无邪这边就快遇到麻烦了 和老阳一路走下来 无邪发现 老阳并不是在山里 不敢出去这么简单 对墓穴里的环境 老阳好像很熟悉 老阳知道无邪奇异 只能以贪宝贝为由 希望无邪能带着自己一起寻宝 无邪将信将义继续走下去 直到两人来到一间密室 只有一个长满青苔的半成品 光谷 本以为不会有什么东西 却不想下一秒便被偷生 当无邪在睁眼就看到自己被绑 而绑他们的人 正是山外遇到的那火爆 木贼此时的领头人 已经中了湿滴 所以绑了无邪为他们探路 为了挠养的安全无邪 只能妥协 很快空观不下的暗道被发现 在无邪的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一处温泉 想要继续前进 只能游过温泉 然而游到一半的时候 便不再深 慌乱的众人终于来到岸边 但年迈的梁 事业却被水流冲走 心善的无邪执意去救人 结果与梁事业一起 被困在铁链上 同样追来的挠养也一样 最终三人都掉下了深渊 跟着有主角光环的无邪 挠养自然安然无恙 但心思不纯的挠养 却在无邪昏迷的时候 居然收了一管 无邪的麒麟曲 无邪虽然意识到挠养的行为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找到出路才是关键 于是三人来到了一处 全市棺材的锯坑 而另一边还在寻找 无邪的小哥俩 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还悲催地发现 这里磁场异常 指南针都用不了 只能靠小哥 飞檐走壁的探路 有了新入线的小哥和胖子 意外与跟在无邪后面 进来的阿明相遇 有了小哥坐镇 谁也不敢造次 此时他们惦记着的无邪 还在棺材坑中 进武藏庙 赤宝喝足后 来到棺材坑的中心 但梁师爷手中的魔法 却被不知名的神风给吹灭 师爷说了后 两人还不信 结果下一秒 魔法再次被吹灭 还来不及惊讶 无邪身后又有黑影闪过 追逐黑影 却发现不一般 居然是一个十几斤的大老鼠 要靠两人的体重 才能压住他们 而每一个棺材里 都有很多这样电影老鼠 不过他们想要出去 还是要靠他们 要不怎么说 小哥张启灵最牛呢 距今一千多年的 英兵首领 鬼将军 居然能看到小哥 名为不言其的哑巴军队 因为干的都是 挖坟掘墓的英雄之事 便被后人称为英兵 然而在秦岭的 青铜神树附近 小哥张启灵 居然见到他们 跟着的胖子和阿明 也算长了见识 在大家以为 这些人不会看到自己时 负责殿后 的鬼将军居然停了下来 只因他竟然看见了小哥 不能说话的鬼将军 仿佛用眼神 就能让胖子沉浮 然而小哥 却能与支队是两脚 可是当鬼将军的 大刀砍下那一刻 小哥还是稳如泰山 旁人吓得就差跑路 当然小哥毫发无损 而鬼将军 或许也在疑惑 为何自己伤不到小哥 这样诡异的一幕 让胖子和阿宁心惊胆战 不过 在阿宁看来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与死场有关 那只是一段 被记录下来的影像 但从小哥的反应来看 这就是真实发生的 或许是平行时空中的鬼将军 看出小哥守木人的身份 或者是因为鬼系的 所以才会产生 这样奇妙的联系 不过小哥 似乎是清楚其中原因的 而无邪这边 在棺材聚坑中 发现了很多 个头吓人的老鼠 三人在出发寻找出路 可是无论怎么绕 都会回到原地 这些棺材的排列 就像一个迷宫一样 年纪最大 却经验最多的事业 此时却发现了一件事 地面上的骨头切口整齐 很明显是被一刀砍死 完全不符合祭祀的特征 而且在汉代 才有的青铜盔甲和丝绸 却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墓穴 这些都证明了一件事 这个棺材坑曾发生过战争 对战双方分别为 涉足守木人 和来寻找长生之术的不延齐 而这迷宫 就是为不延齐准备的 但是义赴当官 万夫莫开的鬼将军 几乎将守木人屠杀殆尽 其他不延齐几乎无用武之地 为了走出迷宫 鬼将军用点了火的弓箭引路 这也让无邪看到了出路 于是拿出信号弹 信号弹的光确定了直线方向 三人便追着光走下去 真就让三人找到了出路 可不想还会出现机关 三人齐齐掉落 醒来时看到的 就是上百米的青铜神术 那个传说中 可以让人死而复生的地方 但无邪却不相信这一点 毕竟在一些枝干上 还有涉足的葡萄 而从一路走来 看到的景象来看 这青铜神术很可能与涉足的某种祭祀相关 当无邪提出继续找出路的时候 老仰却坚持从青铜树爬上去 于是三人开始学猴子爬树 另一边的小哥几人 却走到了死胡同 阿宁想直接炸出一条 掉入小哥的坑后 大家都被数不过来的头颅震惊了 甚至还有很多干事 众人都没有想到 西州时期的奴隶社会 会封建道用活人来祭祀 和骷髅一样多的 还有随处可见的青铜铃铛 胖子和小哥都知道 只要这铃铛响起 就会让人陷入幻觉中 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铃铛 但祭祀手中的宝盒 让胖子忘记了危险的存在 什么都不懂的菜鸟 就这样引发了铃铛的共鸣 让骷髅头发出嘲笑 让干事红了眼睛 除了观察形势的小哥外 其他人都开始进入幻觉 首先阿玲看到了惨死的同伴 还险些被捅伤 胖子则和干事娃上 开启了打保龄球模式 而那个菜鸟也冲向胖子 一招之后就被胖子直接给灭 而接下来才是关键 只见胖子跪到了祭祀前 神神叨叨地开始祭祀 更可怕的是 要用自己的命来献起 清醒的小哥 看着三人在下面乱舞胖子 也算清醒过来 但刚刚被胖子递了个菜名 却若无其事地活过来 想要找胖子算账 还把阿宁当成了胖子 而阿宁也将冲过来的菜 看成了来袭击自己的队友 两人双双掉下祭坛 而菜鸟的尸体 却被爬出的无邪 解人解到 那么阿宁又哪里去了 来源于张家的青铜铃铛 到底有多强大 轻易间就可让人陷入幻觉 然后在幻境中死去 作为张家的组长 张麒麟小哥自然不会陷入幻觉 甚至利用自己的麒麟血 让危在旦夕的胖子恢复了神志 但阿宁和他的手下就没那么幸运了 清醒过来的胖子心有余悸 对于寻找记忆的小哥来说 这样的情况实在是无可奈何 不过每次倒霉的都是嘴碎的胖子 下了暗道的两人 却来到了真正的涉足墓穴中心 小哥轻车熟路地打开了墓室的门 开始寻找新的线索 而无邪这边就快遇到麻烦 和阿宁一起掉下祭坛的菜鸟 被爬青铜神术的无邪几人见到 只是不知他是阿宁的人 搜索有用的物资后继续向上爬 但是很快他们就感受到 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他们 考虑到几人的战斗力太弱 三人只能加快速度地爬 尤其是挠痒非常积极 仿佛有什么东西正等着他去发现 不过跟着他们的东西很快就陷了身 在西周时期的墓穴中 居然还有未进化的猿猴 而且他们的面部还有某种东西 就在三人被猿猴追的狼狈逃窜时 忽然从天而降一个帮手 赫然是掉下祭坛的阿母 阿宁手中的武器击退了所有的猿猴 但对于阿宁的出现无邪很适经 气氛一度很尴尬 而挠痒却告诉众人 古代有训养大猩猩来守矿的记载 如今这种情况应该类似 涉足靠训养的大猩猩来守护 而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小哥俩 同样被训养的大猩猩包围 有经验的小哥知道他们很胖 再靠着小哥天花板的功夫 成功下退了围过来的大猩猩 但却发生了怪异的一面 而另一边的无邪也是同样情况 在皮肤不小心触碰了青藤树后 像出现幻觉一样看到了小河 可眨眼间又不见了无息 只以为是自己太累导致了 不过对于大猩猩戴的面具 无邪还是很感兴趣的 几人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活物 也让粮食也想起了这东西的来历 不过小哥这边在胖子的追问下 也讲述了这东西 小哥刚解释完就有大量的尺骨出现 无邪这边虽然不是很了解 但也很快发现自己已经被尺骨包围 只是在时还没有苏醒 他们还有时间逃跑 只是不能再继续爬神树 于是找到了一处没有尺骨的山洞 在费力地爬过去后 无邪也用自己的低配板齐灵洗 为大家保证了后路的安全 随后便在山洞中休息 可再次醒来的时候 无邪却发现老仰受伤昏迷 而梁士英一反常态开始嚣张 只因与他一起来的王老板突然现身 老仰也是他打伤的 手中有武器的王老板 用受伤的阿宁和老仰 威胁无邪为自己开路 原来王老板抢了个墓棘 其中标注了一处地点 藏有这个墓穴中最有价值的宝贝 于是无邪和王老板继续上路 沿着峭壁上的站到前进 但走着走着 无邪突然渴 王老板却抢走水平仙鹤 太像老雅 无邪已经怀疑眼前的人就是老雅 但脚下突然一空 让无邪没有继续怀疑下去 只能跟着王老板继续走下去 直到二人来到又一处祭祀台 虽然不是小哥发现的 但那发工的观景必然有大秘密 于是两人顺着铁链向下爬 而下面又有怎样的惊喜 在等着无邪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竟能在几千年前就造出能够视频的东西 而且信号比如今的5G还要好 就是有点费脑袋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视频 小哥和胖子摆脱了吃果后 就按照小哥的记忆继续走下去 很快就在青铜神树的内部 发现了一口复杂的棺材 随着小哥双指的按下 整个墓穴都开始颤动 可见这口棺材便是涉足首领 虽然还有一口棺材 但这并拦不住胖子 虽然小哥不搭理胖子 但靠着蛮力还是可以的 然而就在此时视频揭开 很明显只有无邪和小哥两个人 能互相看到并且听到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小哥还让胖子试试 结果依然还是两个人 那么其中的关键就是 两人都有麒麟喜 想要触发视频的条件 就是要在相差不多的时间中 用皮肤接触到青铜神树 毕竟青铜神树就是用来血迹 在说了彼此的情况后 视频通话已结束 从观景继续下到底端 更是让无邪大惊失色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发光 琥珀同时也被称为尸姐 正是王老板要找的东西 无邪认为里面很可能是涉足首领 只是看不清里面的样貌 不过传统的尸姐来历可不简单 传说是秦始皇练长生不老般的影子 要将卫生产的孕妇 拥药液浸泡 在埋入地下十七年之久 那时孕妇肚子里的胚胎 就会成为尸姐 而外面的这层东西 就是胎盘石化产生的 而要造就如此大的尸姐 不知道要用多少孕妇 才能完成 虽然下上西周时期 是奴隶社会 能够达到孟婆人祭祀 已经很残忍 但看着眼前这个巨大的尸姐 为了达到让帝王长生的目的 又要迫害多少孕妇英美 而王老板的目的 就是这块尸姐 声称自己做嘲讽的祖上 曾说过一个不大的尸姐 里面小女孩的样貌 还清晰可见 祖上觉得太过残忍 便将尸姐直接哄化 然而听着王老板 头头是道地说着 吴邪越发觉得王老板不对劲 而王老板也大变 说话口气越来越像挠痒 也非常想知道吴邪靠近 尸姐是什么感觉 还要想着自己最想要的 可是吴邪并没有任何反应 这让王老板更加着急 拿出一管血泼在是茧上 期待着是茧能给出什么反应 然而吴邪却能够确定 眼前的人并不是王老板 而是在自己昏迷时 偷偷收了一管麒麟穴的老杨 吴邪揭穿了老杨的伪装 老杨也不再隐瞒 原来王老板确实出现过 但在休息时被挠痒除掉 又对吴邪等人用了置换剂 将自己伪装成王老板 威胁吴邪替自己找到施景音 位在和睦中祭祖 只要到了这里 就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而老杨的愿望 就是复活自己一世的母亲 可是无论老杨怎么做都无用 虽然母亲去世已经三年 但因为这个能达到 死而复生的传说 老杨一直在这个涉足古墓中寻找 直到吴邪的到来 让老杨看到希望 然而却依然达不到目的 这让老杨几乎崩溃 吴邪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就在想让老杨放弃的时候 就在两人沉浸在眼前的幻象中时 一个庞然大物正在悄悄降临 引发了目视的震动 幻象也跟着消失了 吴邪也意识到自己入了幻境 本想教育教育老杨 却在此时看到一条巨马 吴邪能想到的就是带着老杨逃命 可老杨依然沉迷于 复活母亲的执念中 直到老杨的头部受到撞击 才清醒过来和吴邪一起逃命 然而这条巨马又岂不放过 得来不易的口 无论两人逃到哪里 巨马都紧追不舍 那么这次会是小哥赶来救人 长了三只眼睛的巨马 有见过马 他可不是一般的马蛇 在上古时期 他的名字叫竹九英 常年生活在岩石凤中 因此他的眼睛和身体 发生了变异 尤其是身体的质地 就像蜡烛一样 因此古人曾用他的脂肪 做长明灯 而那上百米的祭祀神术 就是用来召唤竹九英后抓捕 只是后来被少数民族的涉足 用来当作了牧血 后又被不延期找到 寻找长生不老之术 如今更是被吴邪 带人旅游观光 这对竹九英来说 算是莫大的侮辱 岂会轻易放过吴邪 即便吴邪手中有热武器 也对竹九英没有丝毫影响 没办法的吴邪 只能带着挠痒 与竹九英玩起捉迷藏 躲在小山洞里 让竹九英进不来 吴邪独自前去探路 留在山洞里的挠痒 却要面对去而复返的竹九英 庞大的身躯 让碎石各种掉落 让吴邪和挠痒被隔离开 吴邪被困在一个小山洞中 这让吴邪发现一个惊天秘密 这个山洞中居然有谢紫阳的尸体 而谢紫阳正是老杨的大名 老杨也知道自己的秘密瞒不住 原来早在三年前 老杨就被困在这个山洞 然而就在老杨绝望之时 听到山洞外有人 本以为自己命不该绝 然而当看清对方的时候 傻了眼 这便是秦岭神术的神秘所在 在这个墓穴中 或许可以让时空重来 其中一个老杨 便是另一个时空中的 而老杨也是一个心狠的 这个世界只能留下一个老杨 所以外面的老杨便彻底扎他洞口 将山洞里的老杨直接困死 直到如今被吴邪意外发现 从笔记本上的记载来看 当初老杨是跟着盗墓者闯进来的 同样遇到了朱九英 所以才被困在山洞 最后遭到另一个自己的毒手 老杨知道如今秘密瞒不住吴邪 便与老杨纠缠起来 在还没有分出胜负的时候 朱九英来拉架 只是拉架的方式有点吓人 看着吴邪一路不放弃自己 甚至让老杨先走自己楼下 让老杨本就不太坏的心大受谴责 可这样的悔悟来得太晚 老杨最终还是没能逃掉 也拼着最后的力气 拿着手榴弹冲向了朱九英的剧组 吴邪被老杨保住一条命 来找人的阿宁也在此时出现 然而跟着阿宁一起来 还有另一条主 九一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次吴邪和阿宁默契配合 直接将这武器扔向了朱九一 朱九英直接被赶走缓缓身 然而大量的吃苦又来凑热闹 吴邪只能再次亮出自己的麒麟器 吃苦便没了攻击对象 然而当吴邪想给阿宁灌点鸡汤的时候 朱九英又回来 吴邪将流血的手拍向阿宁的肩膀 还将阿宁大力地推了出去 自己则拿着热武器冲向朱九英 吴邪再次落水 或许还在等着小哥来救自己 而小哥那边也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在与吴邪结束通话后 小哥直接上手掀了光骨的盖子 然而里面的人却让两人大惊失色 而且这个人小哥还见过 正是不言其中的一员 涉族人的墓穴居然躺着不言其 显然光骨曾被打开过 就在此时 遍不突生躺在光骨里上千年的尸身 不仅活过来 还能够和小哥打得不可开交 而且还是在少了一只手的情况下 两人从光骨打到树上 又从树上到了地上又到树上 直到过了九九八百招之后 不言其才被小哥踹下青铜树 这一脚直接将人踹出内伤 小哥也只能临时收刀 北魏人跑到棺果前 结果发现棺果中又出现了一个自己 北魏人这才告诉小哥 两人当年一场大战后 自己伤得太重 小皇帝发现了涉足首领棺材 具有一心换胆的功效 便让身为贴身侍卫的自己躺了进去 目的就是为了续命 虽然当时鬼将军不同意 但侍卫还是躺了进去 这一躺就是近两千年 然而刚讲完自己的故事 侍卫就直接一命呜呼了 显然侍卫的情况与恼痒相似 虽然命保重 但重伤依然还在 与小哥的一场大战 还是让侍卫没了命 躺在官国里千年又有何用 不能空手而归的胖子 从侍卫的尸身发现了一份古墓博书 顺便看上了侍卫的宝剑 但重中之重却是那份博书 那正是铁三角要去的下一个墓穴 还来不及细研究 无邪那边就遇见了身为保护神的小哥 自然要将无邪救出 毕竟还要靠无邪来研究博书 而无邪也不负众望 发现博书记载 是位于贵州的一个宁牧村 那里很可能有一个汉母 于是无邪带着胖子又出发贵州 只是无邪不知道的是 这次这个墓穴可不止一伙人盯着 在无邪开着就快散架的精威上路时 小花也从师父二月红的遗物中 找到了关于汉母的地图 于是小花戴上能把无邪甩几百条街的装备 浩浩荡荡地赶往迷雾村 然而小花的人还没进入墓穴 就遭到了一伙陌生人的攻击 这伙人仿佛对这里的墓穴很熟悉 利用这里的守墓机关 直接让小花的人面临危机 从天而降的巨石 眨眼间就能将人砸成肉饼 此时的无邪两人却已经到了迷雾村 然而这里已经成了废墟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门过夜的地方 胖子人有三级解决个人问题 却不想被人敲了闷棍 无邪直到天黑才意识到胖子失踪 刚想出去找人 却发现外面有一个很诡异的人 从着装上看就是白天偷袭小花的人 不知情的无邪还以为是胖子 终于硬起了一回的无邪 发现对方几乎刀枪不入 反而把自己的手打得快成包子 无邪只能回去找武器 还好这一下子送走了对方 结果无邪上前查看 发现对方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种机械傀儡 来找无邪麻烦 就是为了偷走无邪的装备 让无邪没想到的是 这个傀儡还绑有炸弹 差点直接把无邪送上西天 第二天醒来的无邪还要找胖子 却意外掉入一个木坑 正是这次无邪要找的墓穴 不得不说主角光环太强大 不过无邪很快发现 已经有人先自己下了墓穴 正是那伙神秘的黑衣人 这里大胆地猜测一下 这伙黑衣人很可能是汪家人 毕竟这里和汪藏海关系匪浅 当无邪继续深入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墓穴里很干净 好像早就被人洗劫一空了 而且里面的陈设很古怪有汉 带的雕刻方法还有明带的陈设 继续前进时 也发现偷袭自己的飞翼人尸身 很明显是中了机关 不过这里开着的光 里面躺着的居然是胖子 但是胖子在被敲门过后听到了声音 既然是潘子的声音 那就证明三叔也来 这实际上敲晕胖子的人并不是三叔 而是那伙神秘的黑衣人 只是被三叔救下了胖子 而除了这几伙人之外 一直跟着无邪简陋的阿宁来守护 只是在外面被黑衣人缠住 只有阿宁身手敏捷保住了命 虽然不清楚外面的情况 但无邪对里面的情况更感兴趣 两人继续寻找主墓室 结果刚进入一个墓室中 就有人要搞偷袭 显然这一路至少有两伙人在拼命 没装备的两人就一路靠紧了装备 来到这个看上没有出路的墓室 但无邪很快就发现问题 于是无邪找到了一处暗门 然而无邪却发现了小花的标记 而此时的小花正处于危机中 那么无邪的到来能帮助小花吗 铁三角中的小哥张启玲 居然躺在棺材里没了呼吸 差点将无邪也直接吓走 这就是小哥没有跟着一起下墓的原因吗 铁三角这次下墓少了一角 但却意外得知小花也下了墓 可此时的小花却陷入危机 一个小小的机械傀儡 就能让小花损失惨重 只因背后的汪家人太过阴险 在这样的棺材迷宫中 小花的人手和弹药都所剩无几 而对方却人手充足 就在小花为难之时 无邪带着胖子前来治愈 三百六十度的头颅 胖子玩心大喜 结果被小花的人阻击 脚花和无邪正式会合 在躲避探路的机械傀儡时 无邪发现这个密室中的棺材 几乎都是木材做的 只有一个华丽的上了漆 特立独行的他必然是出口 然而打开棺材众人还来不及查看 神秘人就直接跳了进去 冲动的胖子也紧随气候 然而当无邪和小花进入暗道时 暗道却亮起了电灯 显然这里早已经被改造过 借着灯光很快就发现一个房间 打开后里面却都是民国时期的东西 而正中间的书桌上 还有一个自杀的尸身 所以无邪对这个干尸的身份很好奇 在书桌中找到了一本笔记 还有一封信 印证了干尸是民国时期 一个军阀中张市长的副官 只是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找到胖子 无邪便带着笔记继续找人 知道所有人来到又一间密室 里面依然是民国时期的摆设 但却是一间卧室 而且从陈设来看 很可能就是张市长的卧室 而在床上躺着的居然是昏睡的胖子 显然胖子又被人敲乱滚 不过这个所谓的二层都被找遍 并没有发现任何出口 那么这个主卧室里很可能有密室 小花很快就发现石壁上的雕刻有秘密 但秘密还是要靠无邪来发现 毕竟无邪才是主角 找到机关按下去还真就有密室 壳里面只有一个不小的光谷 很可能就属于张市长 于是在胖子的提议下 众人合力将光谷打开 是和小河一模一样的人 不过无邪发现了不对劲的点 众人都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时无邪拿出那本笔记 毕竟从事张市长的副官 地然有一些线索 里面也确实有详细记载 张不逊张市长效命于张高原 是位于云贵一带的军阀首领 因为对张不逊有之与之恩 同时又喜欢上了张高原的妹妹 所以张不逊对张高原忠心不二 然而突然有一天 张高原告诉张不逊 去学土夫子盗墓与冲军 但以张不逊的刚正不恶的性情 自然是不愿去干这种损应得的事 可是张高原在张不逊心中的地位 不可撼动 张不逊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也很快为大哥挖到很多珠宝 本以为张高原能就此收手 却不想在此时 张高原抓到一个姓汪的孔夫子 正是明朝风水家汪藏海的后人 得知汪家人一直在寻找长生之术 这让张高原的野心迅速膨胀 将曾经的家国天下抛之脑后 一门心思地开始寻找长生之术 而目标就是迷目村 被长生之术迷了心智的张高原 抓了迷目村的所有人 威胁村长说出古墓的位置 可村长却抵死不认 然而士兵却从村民家中搜出珠宝 张高原直接将村长送去地下 又找出一个软骨头的村民 证明村中确实有一座古墓 至于其中是否有长生秘密 村民并不是很清楚 但张高原不愿让这个秘密被泄露 直接击毙了所有的村民 张不逊赶来时已经晚了 张高原的疯狂让张不逊很心寒 可又没办法阻止 直到张高原真的找到墓穴 那里真的会有长生之术吗 张不逊与小哥又是否有关系前 一秒士兵送来的水果 后一秒居然变成了辅尸 而那些抢着水果吃的士兵 此刻也发生了一点 而这一切都是长生之术害的 得知世上存在长生之术的张高原 不再是为国为民的好司令 变成了屠杀百姓的刽子手 只为了长生之术不被泄露 然而当张高原找到传说中的果木时 却没能如愿地发现长生的线索 张不逊本想借此机会劝说 但张高原就如同魔争了一样 劝说无果的张不逊只能服从命令 并为无辜的迷雾村村民 换来了一处安葬之地 全部被张不逊安葬在墓穴中 带着自己人继续在墓穴中深入 而不久后副官斗城却发现密室 只是这一次张不逊却选择了隐瞒 不是想要私通而是出于保护 看着石壁上雕刻的神术 张不逊开始产生不安的情绪 然而就在张不逊分神的时候 士兵却推开了两侧的士官 随后士兵们仿佛陷入幻觉 聚集在石壁前开始不停地抓着什么 就连张不逊也产生了一样 直到有人不小心触发了石壁省的机关 张不逊看到所有人 都在摘石树上的果子吃 还有士兵送给张不逊 但此时的张不逊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劲 在清醒了那么一瞬间的时候 发现自己手中的水果变成了一截手指 张不逊彻底清醒过来 看着士兵们围着又一口士官 疯狂地砍食着里面的腐蚀 张不逊即便很恶心 但还想着唤醒他们 副官及时赶来击毙了一个 却让其他士兵发狂 张不逊知道自己可能也中了尸毒 只能让副官找人来支援 自己来解决这些士兵 忍痛击毙了所有中毒的士兵 张不逊也出现了中毒现象 为了不让尸毒扩散 张不逊本想把自己关在石棺内 却意外触碰机关掉入又一层密室 就在这里等着一命乌龟 而外面却已经乱成一团 副官前来支援没找到人 翻遍整个古墓也找不到张不逊 时间久了 让张高原开始怀疑 张不逊是找到长生之术 想要私吞 威胁副官找不到张不逊 就拿他开刀 殊不知安然无恙的张不逊 将这位大哥的话都听见了 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出来的 可是张不逊的不仅是 反而让张高原认定 张不逊就是要私吞长生之术 想要眼前这个兄弟家妹 交出他手里的东西 然而此时的张不逊已经知道 所谓的长生之术就是个骗局 原来张不逊掉下密室后 再次醒来时已经安然无恙 至于原因他自己也不清楚 但那个密室却大有埋头 里面竟然是北魏时期的不言旗 就连鬼将军都还在 当年鬼将军带着病重的小王爷 来到古墓找长生之术 但小王爷却想顺其自然 并没有使用所谓的长生之术 鬼将军也带着不言旗 在这里为小王爷守墓 而在鬼将军身边 却有一枚十枚铜鱼 那便是当年汪藏海 留给后人 只是让不言旗来守护 再用长生之术引诱人来发现 张不逊知道蛇眉铜鱼 或许有长生的秘密 但付出的代价必然不小 就像那些中了尸毒的士兵一样 所以张不逊选择了隐瞒 将蛇眉铜鱼 戴在身上作为自己的恩 人家大哥张不逊 不会眼睁睁看着张高原 也变成那样的怪物 可在张高原看来 却是张不逊背叛了自己 深知张不逊吃软不吃硬的性子 只能设计让自己妹妹 回到张不逊身边 利用张不逊对妹妹的爱 讨长生之术 张不逊便带着妻子和傅欢 住进古墓 守着长生的秘密 而妻子也听了大哥的话 偷偷寻找长生之术 然而妻子的目的 张不逊是清纯 他只想让这兄妹俩迷途知返 可长生之术的诱惑太大 妻子居然用自己的命 来逼迫张不逊交出长生之术 没办法的张不逊只能妥协 张不逊按下石壁上的机关 走向那充满是毒的腐蚀 下一刻却让妻子后悔终身 全身冒绿弓的盔甲干尸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对付 连武力只仅次于小哥的非眼镜 都要避其锋芒 当年的不言其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当年为了满足自己长生的愿望 张高原不惜利用妹妹来引诱张不逊 而张不逊也知道妻子会到自己身边 就是为了套出所谓的长生之术 只是没想到妻子会用自己的命来威胁 张不逊只能让兄妹俩彻底醒来 于是张不逊打开卧室内的历史 张不逊立刻就染上了尸毒 神智再一点点丧失 但张不逊阻止了妻子接近自己 副官窦成也在此时打败 同样不许窦成接近自己 并交代窦成为自己做最后一件事 要在张高原看到自己的样子后 让窦成亲手关上密室 不让自己所中的尸毒流传出去 即便万般不 院师长就这样牺牲却也无力回天 窦成只能忍痛答应张不逊 此时张高原也和妹妹反倒 张高原亲眼看到曾经的好兄弟 人不人鬼不鬼的那样倒下 想要去救人却被窦成拦住 张不逊用自己的命来唤醒迷失的兄妹们 窦成也执行张不逊最后的命令 让张不逊独自在密室中灭亡 即便张高原万分悔恨也无济于事 而在事后窦成重新打开密室 将张不逊的尸身放进了石棺中 而窦成自己则选择追随师长而去 只为后人留下了一本笔记 让无邪等人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 都很佩服张不逊的大意 不愿让子虚乌有的长生之术继续害人 选择用自己的牺牲来隐藏 不过张不逊与小哥长得如此相似 而且同样姓张很可能也是张家的人 不过这些并不在无邪的考虑范围内 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出去 于是将张市长的尸身搬了出来 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 张市长的身上藏有蛇眉铜鱼 就那样将尸身放在了旁边 众人找到机关后下的密道 然而刚进入密道不久 就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人 几乎与小哥张启玲齐名的黑眼镜 不过黑眼镜也引来了危机 一生不演 其装扮的鬼兵 由名为会水虫的带领生物控制者 所以鬼兵才会全身冒绿光 都是鬼将军留下来守护王爷的 如今却让黑眼镜隐瞒 不知情的胖子不以为然 可是一梭子下去 鬼兵毫发无伤 用了微型炸弹才撂倒了鬼兵 好奇心作祟的胖子上前查看 两人一连串的迷惑 行为让众人摸不着头脑 但很快众人就知道原因 大量的鬼兵接踵而至 众人只能全部跑 众人全部躲进新的密室内 黑眼镜按下密室机关 众人也算躲过一截 不过黑眼镜对这里的熟悉 却让众人很好奇 而黑眼镜接下来的话 却让胖子枪打开 显然胖子两次被敲门 都和黑眼镜有关系 同时又有无三形的出现 所以黑眼镜和无三形 很可能是一虎 只是无邪并不知道 反而是密室中的一切 让无邪更感兴趣 从战国到北魏 再到明朝的文物都有 而就在此时 胖子踩中机关 随后中间升起一块不小的圆盘 在圆盘的四周 刻有不同的建筑 仔细查看下 发现不仅有无邪去过的七星五王宫 西沙海底墓和秦岭神树等 连汪藏海的家乡旅程都在其中 很明显这里和汪藏海关系匪浅 不过黑眼镜却证实了这里 众人也无力感叹 因为另一个密室被发现了 来到新的密室中 却只有一个石棺 而这个石棺 里却藏着这个墓穴里的最大网 差点让无邪一行人全部毁灭 一刀下去就能将两个人拍飞 这是何等强大的实力 而有这样实力的 居然还是一具干尸 至于让干尸暴走的原因 竟是胖子的意识贪财 众人在进入密室后 只看到了石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众人合力推开了石棺 本以为会看到北魏王爷的尸身 却不想竟然是鬼将军 这一刻的无邪才明白 这里本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墓穴 然而在无邪分析的头头是道的时候 贪财的胖子却对鬼将军胸前的玉佩下手 以为自己捡到宝的胖子不知道 这块玉佩的掉落 直接触发了鬼将军体内的机关 当鬼将军苏醒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着罪魁祸首来上一刀 将来救人的黑眼镜也一起拍飞 而众人的集中火力 彻底激怒了鬼将军 鬼将军仰天长啸后 开启战斗模式 即便胖子扔回了玉佩 鬼将军却不愿搭理 还是一刀下去收割信 见识不好的众人只能避其锋芒 重新回到上一个密室中 却忘记了关上推拉门 本想原路返回 但石门外也是一众火兵 正在思考退路的时候 后路石门却突然炸开 以为来了救援的众人 只看到神秘的黑衣人来谢罪 还带着大批的火兵 被前后夹记的众人只能分散开 让战斗力脆弱的无邪回去找玉佩 小花带人拖住鬼将军 胖子和黑眼镜对付鬼兵 这边战斗相对轻松一点 胖子的盾牌甩得虎虎生威 愣是不让鬼兵近身 黑眼镜也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 一脚一个仿佛没有痛苦 当时被鬼兵追着跑 也是因为打类舞 但小花这头就不太乐观了 被鬼将军的大刀一次又一次地拍飞 只能等着威形炸弹的启动 眼看着小花这边就要倒霉了 都被鬼将军打得浑身散架 胖子和黑眼镜也前来支援 可即便是偷袭 还是被鬼将军一刀拍飞 而此时找玉佩的无邪 却怎么也找不到东西 在无邪交集的时候 吴三醒蒙着面出现 并将玉佩交给了无邪 无邪本想追问三叔出现的原因 可外面的众人已经等不了无邪 只能带着玉佩去救他 此时的鬼将军 已经让所有人都失去战斗力 只剩下操控威形炸弹 好在此时终于有了反应 三个小东西飞向鬼将军后炸 本以为能让鬼将军吸 然而却只让鬼将军的面具掉了 露了真容的鬼将军更加愤怒 所有鬼兵也准备再次出击 连黑眼镜和胖子都要哭了 就在鬼将军长笑一声 在准备下刀的时候 无邪终于带着玉佩打 鬼将军终于倒下了 但墓穴却也要坍塌 众人原路返回准备出去 可出了石关后 发现石壁门居然被关掉 可这道门只能在外面开关 本该在原地的张市长石生也不见了 不见了的张市长石兄 此时却被墓穴外的吴三醒 交给了那伙神秘的黑衣人 显然双方已经达成了某种合作 吴三醒丝毫不管坍塌的墓穴 而这一幕却被自始至终 都没进入墓穴的阿宁看在眼里 看着里面还有人的墓穴坍塌 吴三醒居然诡异地笑了